好久沒見了,結完婚了,出片了 做一個簡單的多春魚 材料,我們有主角多春魚一包,有八條 會用到大約10g左右的牛油 三條的乾辣椒,一湯匙的麵包糠 會用到這個日本豉油 然後會有這個日本的Cooking Wine 會用到Parsley,可以用新鮮的 但是我懶了,沒買到 三至兩粒的蒜頭,一個的檸檬 多春魚要預先解凍 解凍完之後,我們要在水喉下面洗一洗 沖一沖去表面的髒東西,不知道是否有多乾淨 我們沖乾淨,洗乾淨,印乾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撕掉它的塞 有些人選擇有它,但是因為我們這次不會用薑去處理 所以撕塞,很容易的 在它的塞位置,有一塊東西 即是有一塊東西,下面有一塊塞 一拔,就連一條這樣的東西走出來 那就搞定了,就是這麼小塊而已 示範多一次 在我揭開一塊東西,拔它的塞出來 然後一下子扯出來 其實基本上,一扯出來就連一條東西出來 就這麼簡單,做完這麼多條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下一步了 切蒜頭,我們有三粒蒜頭,我們把它切成蒜蓉 慢慢切 切好之後,我們上備用 然後預備一個平底鍋 上面鋪上牛油紙 然後開個中小火 然後放一些多春魚下去 儘量平均放下去,儘量不要有多春魚 搭著多春魚的情況 放完之後,我們就慢慢煮 煮去金黃色,反白眼就可以了 要一點時間的,這個時候就用一個新鍋 我們放些油 把剛才的蒜蓉和乾辣椒 放下去炒炒 這個過程小心一點 會有些工備 當芭蠔開始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Cooking Wine 倒兩個湯匙 然後 攪拌一下 這個過程的味道更加濃烈 要忍一忍,不然就用少一條辣椒 然後再加這個牛油 我們煮開 我們要整個混合在一起 攪拌後,牛油煮開了 融化後 開始沸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一個湯匙的麵包糠倒進去 然後把它拌勻 這個時候,那個混合會開始收結 因為麵包糠會吸收了 油和牛油的精華 我們就是要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要把它拌在多春魚上 我要在這裡說一說 這個多春魚 並不是坊間上面的 那些椒鹽 那些多春魚 這個是比較日式的做法 多春魚要反轉到另一邊的時候 然後呢,最重要是秤它的尾或背部 不要秤它的肚子 要不然就很容易爆 因為另一邊還未熟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些工具幫助 幫助我們反轉它 就在背部位 然後夾著尾部反轉 不是每次都可以的 給點耐性 如果不可以,就不要硬反它 如果硬反它就像我一樣 那就GG了 不要緊了,做完另一邊去 最重要是另一邊漂亮 其實就OK了 又不是不能吃 OK 如果不想用牛油脂 可以用多些油 但是因為我不想用油 所以我才避免 放這麼多油在上面 你可以用很多油去煎 用晚火煎 煎去變金黃色 它一焦一熟 其實你一反它 它就不會黏底了 到最後 我們煎好兩面之後 非常簡單 我們上碟 我們就把剛才那個醬汁 就可以用一根筋 塗進去 放在多春魚上面 有點像炸蒜蓉的感覺 但就比較甜 比較香 還有有一點辣 剛才說漏了 這個醬汁 在最後 完成之前 記得 倒入一個茶匙的日本醬汁 拌勻它才好用 之後放一片檸檬的側巾 這樣就可以做了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再說 做一個 比較難的 有驚喜的給大家 拜拜 字幕提供